今天我们用炸鸡煮饭和做日式拉面 吃饭主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组长 最近刷日本抖音发现有人竟然用炸鸡来煮饭和做日式拉面 身为潮流异解的我们当然紧接潮流 做一下这个炸鸡料理 在加拿大提到炸鸡肯定讲到Popeyes跟KFC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两家的炸鸡来试试这网络食谱是否靠谱 首先我们试一下用昨天吃剩的Popeyes炸鸡来煮饭 这个炸鸡料理非常简单 材料需要有米饭炸鸡还有鸡汤 那我们开始吧 先把米洗干净 然后用鸡汤代替水 把鸡汤倒入米中 放上了炸鸡 盖上盖子 调成煮饭模式煮 即可 香喷喷的炸鸡饭完成 炸鸡的油融入饭里 每一口饭都沉金黄色 鸡汤充分的包裹着每一颗饭粒 一口下去 每一口饭都是浓郁的鸡香 味道是不错的 可惜就是隔夜的炸鸡 由于鸡皮已经不脆了 所以口感有点差 去掉鸡皮来吃的话 这还是一个蛮好吃的炸鸡饭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用KFC的炸鸡来做日式拉面吧 在做这个日式拉面之前 需要把所有鸡都去骨 所以下面我们教大家这个日本官方的去骨大法 看到这张图才发现原来KFC把全家筒的炸鸡分为五个部分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点餐的时候需要注意 在北美这边KFC是分Dark Meat和White Meat Dark Meat就是鸡腿鸡屁股的部分 White Meat就是鸡胸肉跟鸡翅膀的部分 所以点餐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说明清楚 首先我们把鸡胸肉拆骨 教程里面是先把左右两根小骨抽出来之后 从正中间把软骨部分把肉拨开就可以吃了 实际上其实把鸡胸肉拆了 发现不到小骨 反而我们把旁边的软骨掰开就好了 再来就是我们要挑战鸡翅膀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翅膀折成三个部分 根部中部鸡翅的前端 根部直接吃鸡翅的前端和中端 则需要直接把中间的骨头抽出来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腿了 可以用两只手抓住鸡腿的前端跟末端 一边旋转一边吃肉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鸡肋骨 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去骨法 只要把侧边的那个骨头扭转拆开就可以了 去骨大法全部完成 下面我们要准备做我们的拉面了 做这个日式拉面才要需要有炸鸡 去骨的鸡骨头 米酒 味淋 酱油高汤 高汤粉 日式酱油 拉面 还有不需要的玉米和胡萝卜 那我们开始吧 把鸡骨和你喜欢的材料放进锅里 加水大火煮至沸腾中转中火 熬煮两小时便可以成为日式拉面的汤底 有了汤底我们要开始制作这个拉面酱油 使用两汤勺的日本酱油 加四汤勺的味淋 两汤勺的米酒 100毫升的高汤和一点高汤粉 大火熬煮至均匀即合 再来倒两勺的拉面酱油 倒煮好的鸡骨汤底后 搅拌均匀就可以倒入煮好的拉面 放上你喜欢的材料 拉面就做好了 在这里如果你觉得两勺拉面酱油不够咸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加一两勺进去 直到你觉得味道刚刚好为止 汤头的味道非常好 很像日式拉面的汤头 当然了由于鸡骨熬制的 所以相对于豚骨汤的话会清淡一点 不过总体来说这个拉面实在非常好吃 就是可惜了两点 一就是汤头千万不要学我 很做作的加入了玉米跟红萝卜 因为玉米的甜度会融入进去 所以汤底有点偏甜 所以就没有这么这么像日式拉面的汤头 如果去掉这个玉米会更加像 二是炸鸡不脆 由于汤底熬制两小时才能吃 所以炸鸡已经放凉了 没这么好吃 炸鸡还是热腾腾的好吃 不过如果你家有吃不完的炸鸡 你可以试试这两款炸鸡料理 强 不应那个日式拉面 汤底熬非常好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点击关注哦